注意看,这个年轻又帅气的小伙伴叫乐哥 他今年刚好18岁0-240多个月 这个美女叫小凤 他更加年轻 今年才干满16岁0-240多个月 看他们走的路好像很吃力一样 其实一点也不轻松 狗不行,才跑一会 又吃草了 喘气味不太厉害 这两个十几岁又龄200多个月的小年轻往山上跑干什么呢 跟着镜头才发现 原来他们是在找盆景下山庄 一个弯上去 上面这些走势还可以 这边是锁立 那边是锁立面 整体还不错 挖到好货时 他们开心的就像两个一百多斤的小畔子 好多上个木 挖了一个大货 这个挖挖挖 本来看上面的没有多大 挖挖挖挖 下面挖整个头 好大 有五六公分 哇,这个好了 好久没出过大货了 这个有鸡腿夹了 当一颗好装备挖坏的时候 他们就像一个漏了气的人形气球 这一颗是今天目前发现最好的一颗 但是土球没了 只有一点点 这个石头没办法 很长 这么好一颗 只能是裸根拿回去了 这根还不少呢 这个装心真的真好 如果能耐土球的话 这个又可以加鸡腿 不管它 很多人会说挖挖很容易 但是他们却说 天王了 我们已经走了差不多有一公里的这个山头 连绵不断了 连着走到这边 走到那边 从那边撞过来的 应该不止一公里了 全部都是这种港松 很多就是满地都是 满山头都是 像这种 到处都是 但是没有一棵看得上了 到目前为止走了两个多小时 还没有挖到一棵 两个人的背包都是空的 很多人都至于它挖的砖小的时候 他们说 为什么我们 找这个港松下山庄 都是找这种比较矮的港松呢 可能会有人扛来做扫把 或者是有人扛来做柴脯 那就很多都会带 有一定的这个过路 而且呢 有一定的这个支爪 这种呢 做坟井就会好一点 而且一般这种矮一点呢 它会想得比较老辣一些 上山很多的时候都会有惊喜 但有的时候只会有惊 踩了一下这个蜂窝 就在地面 就坐在一个港松上面 早早踩了一脚 吓我一跳 还好这个风已经走了 不做的 全部都搬了 要是这个风不走 那我就得走了 上次踩了一个蜂窝 增了三四十下 要是踩到这个的话 估计得增过七八十下 巴掌都没有那么大 它这个比我手巴掌还要大 这个运气好一点 俗话说有惊必有喜 惊了之后 喜肯定也会来了 看 他们又像两个 两百多斤的小畔子了 有一颗和你加鸡腿的 看来说哇好漂亮 小凤快过来 看一下这个加鸡腿的博士 是 这个好牛逼 一条从这边过来 那就是一个过桥 这个桥已经很明显了 这边呢一条出去飘 整一个就是一个 过桥 莲桥 落岗 小丛林 这些弯的也是非常漂亮的 真正的一颗可以玩到 B叶的一颗 FORCE 这个所用的盆呢 要一个稍微长方的盆 目前这个土球呢 大概是在三十左右 三十五左右吧 的盆就可以重了 宽度肯定是够的 你要是长度够 宽度肯定是够 这个树头呢 有个板头有个七八公分 篮杆最初应该是在四公分多左右 整体高度呢 是四十多 真的一个中型的过桥小丛林 再看这一颗 这个十六岁零 两百四十多个月的小美女 都激动到游轮次了 然后挖了一个极品啊 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什么是极品 又漂亮又好 又是极品 一个字 帅 一个字很漂亮 是不是 看到这里 我只是想说 有没有在看了美女 我们组个队 我出锄头 你出场 我们一起散散创业 做老板 有兴趣的美女 赶紧给我留言 我们一起散散创业